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我是主持雪凌 有馬二 夜行者 吉塞 夠了你 我們正在講吉塞名 講完了 現在講誰 講這段事件後,其實要講Galas 講其實系統的崩壞 這一種系統,應該這樣講 其實這個世界是沒有完美的系統 沒錯 系統很完美,問題是阿沙媽的不靈 不是,系統也不完美 很完美的認定阿沙媽就是Galas 有相確的 有馬和贏者說的 系統可能是完美的 但可惜執行的是人 人是沒有完美的 我想這才是最正確的解動 你很簡單 例如假設是一個完美的執行者 完美的人 但只要他是人,他會死 死了錯 我當你死前都是一個很完美的人 完美執行的系統 很好 但人會死,他死後 就會有其他的人 去掌管這個系統 始終會發生問題 所謂崩壞的故事 就是當生貓終於作出行動 想奪取這個系統 其實他一直叫做 等待X系統這個成熟 人類依賴這個系統 去製造這個世界的運動 因為其實他在說的 就是人類已經太依賴所謂的科技 這個也是 之前我有講到的 一套劇場的下日大作戰 這個系統 有問題的時候 就會牽連大波 牽連到很多東西 他所謂的就是 如果所有東西都是電腦 其實你知道這個系統 我們一開始 剛才這一節所說的就是 換了人 但你不知道換了人 其實這個人的身份 是迷你 你不知道他在哪裏 他可以取代 任何人都可以 突然間介紹的阿叔 都可以變成系統的管理人 就是Apple的Hat變了 你不知道 在Google的人變了你不知道 這件事就會影響 整個系統的崩潰 就是生貓取代了阿雷 成為X系統的管理人 然後他做了一件事 就是找回慧田先生 阿雷做這個系統 其實挖了他哄給自己 始終他把非人的能力 賦予了給一群人 所以Klaus的能力 就會變成那群人 簡單來說 還有這麼重要執行者的能力 只不過是一個 lock-in-name和password 這件事很容易被人刑 他好像身體一樣認證 不如是他copy了他的身體資料 那你就玩完了 這個位其實 剛才一開始想說 其實一個人 你試過 你當然想 他其實 之後找回 打電話給梅田 說你正確 他引誘他 去踩這個陶器 不知道 考慮得多好 其實他已經用過一次 之前睡到救人 他已經用過一次 之前的系統就是 Klaus的能力使用權 是由阿雷發出的 要阿雷批准才能夠使用Klaus的能力 而沙貓說 你現在可以自由使用Klaus的能力 Klaus的能力 我覺得是好用 Klaus的能力 你當是 可以分身 其實很簡單一句 就是你超越了人以外的能力 你已經是有一種能力 已經 這些能力沒有意思 什麼沒有意思 你知道人的思想有多麼創新 當你有這個能力的時候 你可能創新可以做了很多事情 創意無限 但是這件事絕對不要在香港做 香港沒有用 創意收皮 其實你本身 匯田那種是激進派 他覺得 我當然是對的 有革命 什麼什麼什麼 一定要革命 一定要 總之 所有現在無能的人 無能的政府 總之說 現在這個社會就要由我領導 我領導的社會 他就會帶領大家向著一個光輝的未來 他有這樣的概念 他連做到連份工作都辭職 還是被人炒了 然後還要帶著銀行美少年 這樣的死人面具 不得你死 注定你失敗 沒有看動畫 又要把那些死人迫事 講一句很簡單 你回家照相機 你像不像一個主角了 可能他覺得切納 他覺得自己相似 馬沙加文俠會死人 還不是主角 真的 對不對 他這裏 梅田的激進派 引致 就是 Karls的 暴走 還有就是 很多人其實都會說一件事 引用 漫話 火木年元說這件事 權力的東西 你好 你對下那個更好 所以衍生到三個步企 也是高 他很清楚人家的心理 就是 你現在 你有權力 我就說要聽你知的 如果我有跟你相同的權力 我為什麼要聽你知的 也看到 到中後期 梅田根本是控制不到大局 任何人都知道 我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因為我也有同等的力量 既然大家都有同等的力量 我為什麼要聽你說話 這件事 亦都是三貓破壞世界的 主要動力 你可以說 但其實如果說遠一點 當這種 給人有這種能力的時候 當他擴展到 所有人都有這種能力 會變回最開始的 不會 因為這種 就會是 當你有能力的人 你做了某些事 其實他現在 因為那些人是激進派 做了很多事 可能其實影響了很多人 你都沒有顧及其他人 當那些人 有力量的時候 就會說 我為什麼要顧你這麽受 你們都是這樣做的 我為什麼會說 三貓會是小丑那種類型的 他是引誘你 去觸發 你都會向 循著那個思想去想 其實這種罪犯才是最好 這種惡人才是最好 不是他惡才是恐怖 他惡其實未必是一個很恐怖的 別人可以不同些 因為我都可以用物量去圍剿你 最終你都是拉起來 他最恐怖的就是 拉攏其他人 成為你同類一類的人 這種所謂病毒的散步 他引發你心底裏 最想做的事情 所以說這個波斯很特別 他不是跟你正面玩 他是跟你 因為他一直都是 他一直 你也在最後看到 就是這個人 一擊可以打爆地球 應該 但是 當然他享受 玩弄 生物這種 不享受逃殺的過程 一擊打爆地球 還有一些 一擊打爆太陽的高手 過來挑戰利機 你這樣玩就沒事了 你暗暗地玩的話 是不是 不知道 總之 明治三個是享受 生物之間的鬥爭 他覺得生物就是應該用 其實我覺得 純粹是一個很完美的花生有東西 我想看你們究竟 我觸發了這件事的時候 你們會有什麼反應 花生要培養的 我明白 然後 另外那邊 那邊就是他們的宣傳大計 宣傳計劃 他幼稚的宣傳 他已經變成 他已經變成 他的人奔離了 可以吸收一下 雜囚商 賣廣告 黏在身上 其實可能可以 但這一節其實就是 他再完全公佈身份 這一招 其實是為了對抗生貓的 他隱藏在背後 引誘這班 擁有普通市民 為什麼 由第五集 他公佈身份這一招 人們知道吉祥明是一個正義的事實 正義的發生意 他們都沒有做過壞事 當然這個三貓應該做一旺 不過他沒有想到那麼全面 人家是世界的意志 我們這些神智都看不到 何凡的三貓 你只不過是一個外星人 其實 他應該用一本筆記 去扮成吉祥明 做一些很邪惡很壞的事 來敗壞他們的明星 而初其實他做這個計劃 這個宣傳計劃其實就是 現在去到這個事態 不只是我們吉祥明 可以控制到的了 其實我們中他 他的能力是超大的 他的能力是大到 我們都未必對付到的 他有沒有很表明 阿初是表明說 我們是對付 不是不是 紅貓說的 就算我們全部出生 都打不過他 真正在電視螢幕說的 就是阿初說的 他真是很厲害 他希望所有人 一起去對抗 外星人家 現在他公開這件事 就是說 說的是什麼呢 其實揭著一件事 就是現在 外面在搞事那些 外星人家 不是人類自己 首先 某程度上 不可以說完全跟著 有些人就會說 那不是人類的錯 那些人是外星人的錯 但我覺得 有人會想 你們吉祥明 究竟是不是外星人 你看見那隻熊貓 你也覺得是外星人 不是 外星人叫你 搞笑 外星人 其實是不是在說自己 有點疑惑 而且你不守這個規矩 英雄正義邪惡 打架是沒有被人知道 要在地上打 但你 復活上來 那怎麼辦 這件事 其實阿初是順應 順應 順應 阿雷在行的 那個 進程 你意思是 說他不再依靠 這些政治英雄 不是 不依靠 不是去到不依靠 他有一點點不同 不是去到不依靠 這類的事情 是說 大家通力合作 人人多的英雄 雖然我是英雄 沒錯 我有特殊人力 但我都有我做不到的事情 我都要靠大家 這一點應該要很清晰地帶給 他剛才我的疑問 就是 吉祥明都是一個力量 都可以玫瑰社會 都這樣用 為何要封印吉祥明 就是剛才我這樣的疑問 我提出這個議題 所以不是說 有些人會擔心 你公佈了這件事 就什麼事都靠你 消防隊 警察都不用 所以阿湯第一次就說 我們輸 我們不夠去打 其實 而要夠去打 就是什麼 要靠全人類的力量 就是 全日本 不是 那個時候 全日本 總之說 要靠所有人的力量 即是說 其實他說 我們都不是萬能 其實我們 即是說 我們都打不贏 而他說 我們現在有一個打贏的功能 就是靠全世界 那其實 你 變成一個 互做的關係 我不是 比你低 不是比你高 而是大家的平等 就是說 我都需要你幫忙 你都需要幫我忙 就可以解決這件事件 其實是一個平等 只不過是 大家施職的崗位不同 等於什麼呢 在一場戰爭裏面 高達 當然是出去打 通訊員當然是做通訊員工作 你殺通訊員不通訊 人家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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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應該說 他聰明的地方 他現在站在那裏 正義的高地 他那裏 人家才會聽他 說話 你看看 一總統出來說話 要理他 阿初厲害 他是 他是 已經用他的摺子同好會 將這個 社會裏面一些 比較有權力的東西 已經組成一個關係網 在那裏 其實他做了後面很多功夫 拉攏了這麼多人 是咯 連總身邊那個人都聽他知道 他記得死了沒有 你看到就是 這些世界的熱 這些世界的意志 你沒得說 人家一出世 加個子同好會 那時候已經報好收穫 所以我就說這套東西應該很黑 阿初很黑 阿初是可以 我也承認 如果你真的要玩的 阿初是可以很黑的 原來一通 這傢伙生存是一個屈肌的設定 你想想 當他不是身處在場面那裏 身處在山貓部隊的私人官 那世界就玩完了 世界是滅亡 哇 原來他有個什麼同學會 原來報察局 才知道 那裏面有一個人 是走路身邊的人 已經報察局 打完關係 所以是 搞定 嘩 完全說 什麼事什麼 我要下車 完全可以偏離偏離現有的故事 做一個外傳的故事 然後阿淚那邊 其實他也叫阿淚加入他們的陣戰 去幫助他對付山貓 始終其實我覺得某程度上 是看中了阿淚是這個系統的操控人 如果他不在這的時候 他根本都搞不定整件事情 因為其實他們中途有交集 其實阿淚已經覺得他輸了 即是跟阿象的例子一樣 他覺得他已經輸了 他已經是阻止不了任何事情 即連X 因為其實他最大的貢獻 他做那麼多事情 其實他都是based on 他有expect 的他 即是X這個系統 才可以做到那麼多事情 當他失去了這個系統 就好像阿淚那樣 即是失去了力量 即是失去了力量 他就覺得自己只是普通人 他不能夠再去 為世界做些什麼 他覺得自己已經是失敗者 他覺得自己是失敗者 即是他任何事情都不能夠去做任何的 參與 參與 沒錯 然後你說Case的基因 也是一層名的宣傳計劃 三貓用這個Network的東西去控制 而阿初他們也是用同樣的東西 傳媒 或者用 傳媒的力量 其實大家都是類似的力量 他應該是不同媒體 公眾的力量 其實他也是 不同媒體 一個就是用電視 那個也是一個media的力量 另一個就是用互聯網 也是media的力量 好像鬥強 即是這一節 當然是將阿淚 轉變為 加入幾方 轉不轉變為 這個能力性很差的存存 即是他的能力 其實他的考慮 沒有了很多 我記得有人說過 加入我方 必定變蠢定論 敵方洗白變我方 能力會跌三倍 其實他也沒有跌過 其實他沒有了 他根本沒有了 然後你說這一節 所有吉陣名的出動 除了OD 除了OD之外 這一節 其實就是 每個人都浸作起來 押像那一節 是很展形 我們看舊式的英雄片裏面 有人還要騷擾我 英雄浸作 不是 但我怎麼說呢 其實我質疑的是 筆記簿 他們變成筆記簿 是全世熟悉寫手字 但是我看完整套東西 算了 你不要抓這些位置 他講的 他講的鎮座像 身上老套 其實沒有筆記簿 都沒有所謂 打我電話就可以了 假如筆記簿寫字 其實可以 沒有所謂 因為筆記簿 全部人都看到 你打電話不是 只有你們兩個 可能有這樣的考慮 我覺得他鎮座起來 拿筆記簿寫字 給他很膠 不是的 有時候 字是會比聲效果更好 因為你聽不到聲音的時候 你就會自己有個聯想 你會想像那個是什麼 有時候會令事情變得更美好 嘩 你為什麼要彈這句 這麼直接 已經懲罰他的鎮座 所以想像什麼 其實他是不是想害我 如果鎮座他死 是不是想像什麼 不知道 不好意思 別管這句話 小個案 小案 這一節 其實 我都說 真的 我覺得這集 真的是爆炎 這集真的是 你整個五個 終於成功 一開始十集裡面 這五個人 其實你可以說 什麼 你當MARFOR 五個不同的Super hero 其實 他們各自有各自的 出戰 出戰的信念 但他們是不會統一戰線的 你等於現在看這個Avenger 就是 這五個人 一個就不知道做什麼 另一個就不知道 總之我們就不一起打 但你 那一刻 集結 那一刻 被你的衝擊 其實你是 整班人統一了那個意志 正正 也都是 將 這個故事裡面 Klaus這個主題 是 運用出來的 他們 全部人統一了這個意志 去做某一件事 他真正的Gatcherman 再加Klaus 是的 那就齊打BOSS 那一套片就是這樣 對嗎 但是 我也說 這件事其實是用得高 和低手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 我這樣說 這套東西 我給他的評價 真的超高 我可以說 今年裡面 我覺得 真的最好看的動畫 是他 還未到這麼誇張 還未到這麼誇張 但是我不否認 這套東西 是幾特別 我知道 因為其實我看這套東西 雖然他說短短十集 但是 其實我們講那麼久 差不多第三節了 很少動畫 可以講那麼久 不是 他包含了很多東西 我承認的 最厲害的是他的內容 但是 我不知道 兩位主持的怎麼看 我覺得其實 不難gap 他的information 真是不難gap 他帶了很多東西出來 你是知道 背後的含字 在哪裡 這套東西是厲害在 在於 他帶這些主題 大家都知道 有些動畫 就是帶了主題之後 劇情是不會推進的 但是這套東西 就是厲害在 當然其實他依賴了一個 很buck的角色 就是阿初這個角色 令整個故事 你覺得 真的 我覺得 故事是可以推進的 原來 真的可以講那麼多 這套東西還要推得很快 還要推得很快 不過其實 我覺得 劇情來說 是有點急的 說真的 如果他做長一點 長一點 應該會好 我們看這麼多動畫 就管 不看動畫 他不知道做什麼 他吸收不了這麼快 還沒吸收完 已經對下一集 他不明白故事 他不明白 他沒有心發過 有些事情 明會明白 但是劇情沒有實際 很仔細提出 其實我覺得有些人 會覺得很散 比如說 頭三集打那隻 MASS 那隻東西 後面又講其他的東西 只不過短短十集 他只是拆了很多部分 有些看不明白的觀眾 就覺得 你打得那麼散 他這套東西的缺點 在於 在頭兩集裡面 其實 會真的難接受 如果你沒有這個 這個 這個 我們一開始 新版的時候 都有講過這件事 尤其是很難接受 尤其是初這個角色 在你未看下去 你未至於全神 你真的覺得 這傢伙是瘋的 你覺得這傢伙 沒看就讓那傢伙知道 通常這些動畫 這樣設定一個 這麼脫線的主角出來 就想著 會不會是 他自己有些什麼理想 怎樣對這個打怪過程 產生有些什麼化妝 但是完全不是走過方向 而你說去到中間裡面 其實我覺得 未去到 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 不是鬆散的 我自己覺得 他的結構做得很好 每件事 事件是逐件逐件 推進越大 而他說的內容就是 每一件事 你都可以 之後套回去 下一件事件裡面 是影響過盡情 我覺得 我欣賞這套東西的地方 在這裡 但是你要稍微加少少自己思考 才可以傳回整個故事 我也有些朋友 其實看這套東西 那時候 其實他沒有想著看 什麼特別的東西 他都覺得 我簡簡單看一個 Hero的故事 我都覺得OK 整個故事 其實反而不是看Hero的故事 因為他去到後面來說 我正在說一個英雄韻樂的故事 反而相反給我的感覺 就是 你其實一開始 由一開始 帶到英雄 只剩下幾個 到最後 最終結局的時候 已經是帶出一個 其實人人都可以是Hero 其實反而不需要 這麼著重 有沒有Gatcherman 我覺得反而 作者想帶出這個 是帶出這個 沒錯 但是我說 如果你作為 你想看一套Hero片 應該是打怪獸的 看Hero片應該是打怪獸的 應該是打怪獸的 不是打怪獸 其實他擺了很多 像阿象那類的 振作 阿清音那類的 改變 成長 成長和改變 成長和改變 還有就是 他裏面擺了很多 經典 其實很多場片 其實是很典型 很經典的 但他擺了一個位置 是很適合 你應該這樣說 所以其實 就算我有些朋友看到 尤其是他們看到 在他們集合 他覺得 不行 我覺得那集真的超然 真的太然 他都沒有站在一起 不是的 有一集 是 Pyman 即是一個隊長 在中間 他那集很大隻 四個位置 聽到那個鏡頭 就是看那個位置 就是看到那個位置 就是獲仇者 最後打了大陸的電影 不是 是那一刻 有些人 我當你真的不想看這些 你只是 慢慢 因為就是 那些虛擬一直都是散 他就是抓住你 那些人就說 他們什麼時候集合 你集合後 他又說到劇情出來 令到你可以推向高潮 我覺得 他高手的地方 我為什麼這麼欣賞 這套 就是他高手的地方 就是這個 他擺位擺得很正 你不想看內容的東西 OK 你照一套看 你都覺得這套很嚴重 最後有些集合而言 劇情是 劇力逐步逐步虛著 不是突然之間高完之後 就低位 應該說 那個事件越來越大 我用那個理論來說 首先 Hero的誕生 即是阿初那一節 Hero的身份暴露 之前應該有一個Hero的做什麼 應該都有說過 可以這樣說 即是打Mask那段 維護人類的和平 其實我覺得 如果大家有想看 所謂什麼叫英雄的東西 可以看一本Hero的書 這本其實是說 很多故事的一個英雄 或者一個神話故事裡面的 一個起承轉合 以及一個什麼要素在裡面 就好像一開始就是說 你受到召喚 即是等於阿初 他成為吉祥明 然後了解你的使命 即是打Mask那段 要做什麼 然後還有拒絕召喚 拒絕召喚 即是其實你有抗拒 你對這個使命有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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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等於是阿初 做出破格的行為那一節 不是 即是正常來說 應該說打 你用阿拉伯第三站 你所指的 你所指的 是否打破現有傳統的 對這種力量的拒絕 OK 而我這裏的 他所指的就是吉祥明 那個制度的拒絕 即是寶物 我不詳細說了 那麼多個 但其實他是遵從不到這本書裡面 基本要走的架構 他是走的 所以其實一個正常 你會去看英雄類型的作品的人 你都會捉住那個人的心 就是其實他在裏面 他是整個物落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我有沒有參考這本書 是啊 很多套片都是這樣的 這個其實應該說什麼 很多人不知不覺都是跟著這個套路去寫故事 但他拿得好 他拿齊了應有的要素 他有表達到自己想表達的東西 是的 他都表達不少 又有政治因素的東西 又有對抗性的東西 我們要說的就是總理 總統事 哇那個是吉祥物來的 其實你都看到他有個變化在那裡 雖然他出場的雜數不是很多 一開始他沒露面的時候 很多人覺得他是一個很權威 很至上的存在 因為他已經在這個國家成為一個牙手 他說什麼 基本上別人都要跟他做的事 但是他後面又帶到他的辛酸去 其實我們都是聽市民 要什麼就給你什麼 這樣的情況 譬如說這些議員說 我要通過什麼法例 他只不過是一個簽名 確認這條法例的角色 他又沒有什麼實際或是權 即是他自己都 即是後面的悲哀 中段裏面就是 你會覺得他無能的事情 就是他在一些危機的時候 即是好像特襲的時候 即是特襲的時候 其實他是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他說 哇 喂 我要人來的 這些真的 沒有了我 國家會倒的 即是他的案子是這樣 他那時候的案子 然後他帶了去 這個案子 慘在是在直播中 然後他帶了去這個 吉澤民的基地 然後他去做這個書 然後他都說 你猜我想的 我曾經都是我這個熱血青年 我曾經都想的 但是你知道了 那個人又說不行 建制派又說不行 民主黨又說不行 民主黨又說不行 又要猜測爺爺的心思 你猜我想的 對 又說要拿牌 這就是一男子的因素 你猜不想煩很多事情 你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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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現在的人 完全帶得出 從政者 其實不是一件 從政不是說 他不是你想要的 就是他這樣 騙了所有權力 未必是我們想到這麼醜 總統說不到下面的人 靠那邊那群犯 就是隔壁那群都控制下面的人 大家都是這樣的 每個位置都已經做到事情 因為他們的事情 下面都更加好 下面更加想要 不是坐在這個位置 做很多事情 坐在這個位置 你都不一定做到很多事情 其實我反而覺得 他表達了很多 市民當然是不知道的那種心聲 而那件事其實 其實在那個段落裏面就是 我當然是不知道 你不說我怎麼知道 就是說 我又不是你肚裏面那條蟲 你有困難 你單聲給我聽 大哥 阿爺迫你的 你就跟我說 但問題是 他可能就像Getcherman 他顧慮很多事情 例如說公開了這些事情之後 導致什麼結果 人家補罰制度 沒錯 其實我覺得有些反映到Getcherman 舊友的系統 他在說的話就是 若然你是一個有想 其實他最後 若然你是一個有能力 受人信任的人 沒有的 人家推到你下台嗎 就算你說 你有什麼權力 那些人就說 這個世界最大的權力是什麼 其實是人民 應該是人民 我們全部人不合理 其實就是等於什麼 你沒有權力 因為你的權力 我都不會聽到 你的權力是由人賦予給你的 當然如果人不信任你的時候 那你就真的沒有權力 不是的 你看香港 這是理想化的社會 如果 如果 你試試看 總理是六八九 他 賣尾那一集 他不知去了哪裏 被人鬼陰了 不是的 捉到他一邊的時候 可能他們六八九 爆了他的東西出來 我不想的 逆迫 不是 然後你說 如果 認溫 社會的 他不就被人神隱了 那 去到最後那一集 他哪有機會發表意見 沒有的 其實在說的話 也是很理想化 就是 有什麼 要公佈出來 說 你不說 你不說 沒有人知道 你的理念是什麼 其實這裏 其實是說的 就是初的東西 初是公佈了他們 整個吉澤民的理念 他們是做些什麼的 喂 不能用初去比較 初是神 神做了示範給你看 很難學 真是 神是 這個世界的意志 是會影響到全世界的 全世界都這樣做 OK 要知道 不是只有三貓 有這種洗腦能力 初都有同等的 是比他更強的洗腦能力 其實我比較質疑 後半段 總理又用回 他的System 拿回X的System 之後 總理拿來發現 但問題 這個System 我明白 本身有Bug的System 拿回來用 它不是有Bug 只是System 好像剛才說的 有提出 不是 不是 那個系統 總之 這個系統 其實有缺陷 也有缺陷 不是那麼完美的時候 還要拿出來 用 這件事是因為 他普及性強 普及性高 他拿回這個System 他做到最大的效果 可能他 後來又被人 黑了一次 可能會的 真的會的 所以世界上 根本都沒有完美的系統 而他講的那件事 其實都是講的 我剛才一直講的 就是自發性的那件事 生貓是引發你 你邪惡的那一面 你罪惡的那一面 你想犯罪的那一面 而 阿淚和阿初那一面 就是引發你 你想人性本善的那一面 就是 他在講的就是什麼 現在這個是一個遊戲 其實遊戲講的就是什麼 其實是榮耀的 其實他現在講的最基本的理念 就是 你幫到人 你有那個榮耀感 他用一個數字化去告訴你 我現在排到第一位 我是當多人最多的那個 我是最威那個 我是最好那個 這件事 引領就是 那些人 都是私心的 我都是講的 私心 你不要聽到這個心 好像負面詞 不是一個負面詞 它其實是促使一個人進步 欲望 你等於 欲望 欲望不是一種錯的東西 欲望不是一種 人有欲望 人人都有欲望 但是只不過說你會 用這種欲望 去達到什麼的結果 是你自己走出來的 是的 就是這件事 就是他們兩個 都是用同一個武器 最終都是說 只不過你說最終就是 古古仔就是 他最終其實我覺得 是出了open end結局 我覺得是 比如說他那些人 怎樣選擇 你可以繼續 用你有的能力去行惡 但是也都會有人 用這種能力去制止你 就是他 給出一個平衡 一個世界的平衡 就是沒有一個人 能夠支配到另一個人的時候 其實說的是 你人類的意志 當然這件事 沒有寫包單 可能每個人都說 打過 打過 都可能會發生 其實你看畫面 最後一集其實有的 很多人在街上打架 就是有些人在玩 就是圍觀的 而叫做什麼 故事 亦都是製作群 相信 人類是最終 其實可以選擇的話 他都希望是善良的 自己是可以善良的 我有些保留 因為我覺得是 他應該留下一個選擇 給你們人類自己選擇 如果你們全人類 大部分人可能選擇 惡的 惡人多於好人 那社會就會自動調節 自動調節變成 那種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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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見到有人行惡的時候 譬如說 很多人覺得這種做法不對 他自然就會用他的能力去做 他會做到的事 我覺得社會 不需要一個當權者 我叫你這件事不要做 那件事不要做 社會自動會自動調節 我覺得反而是 這套事其實只有十集 其實大家都知道 中間是沒有了一節 還有他有半集的回想編 都不止半集 應該是大半集 你也說 最後一集 監督要齊討下座 道歉 我們做不及了 因為做不及的關係 本身應該是十集的 這套事 所以其實是壓縮了之餘 因為其實是少了兩節 那就只剩下九集 九集幾十集 但十集裡面有什麼 半集是回憶 壓縮了 其實大家都知道 最後沒有了一集 就是 最重要的 沒有了一集 就是三貓和初的對決 世界的意志對外星人 是沒有了這些 有這樣的事情嗎 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 最後是在空 因為其實 O.D.和三貓的對決 當然 O.D.應該是死了 O.D.應該是 但是他表現也是死了 不知道為什麼 對面那個更厲害 因為 本身這樣說 那一場戰鬥 為什麼會打到整個軍勢 其實是因為 O.D.是要拿回 阿雷的那套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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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 我不明白 其實阿初對三貓沒有這個惡意 他甚至覺得好像朋友一樣 經常找他聊天 其實你看這一節 阿初經常說見不到三貓 其實應該是說一件事 如果三貓是黑色的話 初是白色 白到看不到黑色 所以三貓是為了引發人類的罪惡 這傢伙是沒有罪惡的一面 這傢伙是沒有罪惡的 我經常說這傢伙真是 positive 沒有人有 超越了任何極限的這傢伙 這傢伙不是人類的 即使三貓正在走惡的時候 所以他是看不到罪惡 因為他是看不到罪惡 即使三貓做的一件罪惡的事 他覺得三貓可能是罪惡 這傢伙這樣做也可能有他的原因 他是一個考驗人類的存在 他可能甚至是這樣說的 他出謎題而已 挺好玩的 先玩一下 他也是在猜謎題 也都是 我會覺得就是 為什麼他會說到 初看不到三貓的原因 好像一路都看不到 到尾都看不到 但是動畫那裏就沒有顯示了 三貓在創畫面 他們兩個說話的時候 初就好像看不到他 你說看不到 我以為他是一種存在的 但你選擇太多了 比如說在網上有些聲音 我聯想不到他看不到這件事 我覺得你加太多了 有沒有這麼誇張的成分 總之是有些聲音 我聯想不到這件事 最主要是因為這套只有十二貫 不是十貫 十二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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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套路都是用回這種東西 當然你說裡面的 其實我們可以說一些劇情意外 其實幾個人的能力裡面 其實最卑鄉的能力是最差的 火焰能力 是不是 火焰能力 為什麼它是一個很舊的東西 因為火焰能力是一種很舊的GEO 常備的主角 主角級的能力 但是當阿初的能力 設定寫 阿初的能力就是揭示萬物的可能性 是嗎 他的能力不是變出剪刀的能力 創造 創造可能性 剪刀的原因是甚麼 將紙可以變成不同的東西 他的能力就是創造萬物的可能性 嘩 好誇張 而清音的能力就是空間能力 空間干涉能力 切斷 不是切斷的能力 空間干涉 它是空間干涉能力 我看不出來 不好意思 他有說過 揮刀的時候可以切斷 好像是桑圓的切斷斷 那不關空間干涉的 他干涉了空間 射程是無限的 他有說過自己的射程 光絲不關於切斷可以組合的 它是次元斬來的 你看到其實清音是不會飛的 清音是站在空間上 它就是控制空間 它支配空間 干涉了空間的從來有甚麼都好 不過你這樣看動畫絕對看不到這些 然後派派是密宿轉換了 不是 他不是變身的 他吃了它之後 他可以把舊東西變成任何 就是把舊的磚出來 我不知道 他有多好變身 他變身就是最後的那幾個磚 他把東西變成另一樣東西 純粹是有種能力 變成一個很巨大機器人的能力 OD就是分解 崩壞分解能力 然後小燕就是生死能力 我其實覺得能力來說 阿燕的生死能力是最強的 小燕本來是有的 不是一層人給他 不清楚 他沒有說到 小燕好像說到他的身世 他應該不是純粹的人類 我只是知道他左右手各有一種不同的能力 好像是對立的 相反的能力 左手是賦予生命力 右手是吸收生命力 右手就是創造生命力 就是他可以做到很多分身之類的東西 左手就是帶來死亡的能力 對立的能力 其實你看看那五位 阿醬其實真的很差 這傢伙真的很差 你有沒有看以前的日式英雄的能力是最差的 但問題是不能挑戰 不是 他最差的 但是他最直接的 我知道最直接 但是你回看後 其實他在裡面覺得 他是最差的那個 所以他被人游卵是正常的 派他最差的人上去打 英雄是這樣的 最差的人 我反而想講一下那個Head JJ JJ在這套東西裡面做得最正確的東西 不是 他最厲害的是什麼呢 他找了阿初出來之後 他就說不用做了 原來他就知道阿初就是世界的神 我經常都說這傢伙 做得最正確 整套他裡面做得最適合的事情 就是把阿初的本書抽出來 然後他就說不用做了 我不知道他那種是屬於完全中立的角色 他好像對很多東西都不太關心 其實我打不出沒做 甚至乎我有些懷疑他 只不過在notebook上傳達他的指令 其實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他的意思 因為notebook來說 那麼多人都可以傳達信息 但是傳達信息你不知道是誰發出來的 會不會有機會反而是三貓看到這件事 反而阿淚出來的信息呢 所以我剛才說的就是他類似Galaxy的系統 其實他是中書 但是老實說可能是一個X來的 其實他是一個X來的 他是代表 可能他上面都信了一個 但是他是一個老化的系統 好像封足殘年一樣 他就是死的存在 因為其實他那個 也有些心思的 做他的祭壇那個位置 尤其是他浮空那樣 正常人是不會走過你掉下去的 大哥 這個人說的一件事就是 你不敢侵犯那個權位 而阿初 無論他在什麼情況下 譬如說他好像完全不派指令 不做任何事情 他做一些決定可能錯的時候 你都不會踏出那一步 因為你知道就是 我接觸不到他的存在 即是阿初狠狠 一開始的時候已經是很厲害了 他真的打破了這個系統的人 而接著其實相繼地 我相繼地踏那一步 哎呀 阿清音 還有跟著阿派派 亦都有做相同的行為 而這班就是他們踏出了這一步 其實阿初是一個導火線 是另外其他人的導火線 是世界意志的東西 你怎能夠對抗呢 當然你說其實 這套東西裏面 當然最精彩的 聲優表現的一定是宮野燈火 最棒了 但一個都可以 其實有沒有說哪個特別差 不是這樣 因為他表現出來 其實他要裝很多聲音 尤其是他要裝阿淚的聲音 其實他要裝得最多 其實他要裝得最多 你看到是OK的 你看到整個表現 和他表現那種 小孩子 天真無邪的邪惡 你可以說真的 我覺得是裝得很好 當然他的聲音 都是側近他 好像Dot Days那把英雄聲 勇者那把聲 但那把就覺得很奇怪 那把配到Dot Days那把聲其實很奇怪 但配到這個 他很適合配一些 不是很正常 不是人類的聲音 他是配一些很輕挑的角色 是宮野燈火很適合的 我覺得他的聲音是特別 好像黑子那把聲音 一聽完你就知道那種聲線 他配有些角色 你會覺得很有Feel 但配正常的角色 他完全不配 當然其實這套東西 說出了Boo Way和DVD之後 其實會補回阿初和阿初 阿初對三貓那一節的話 其實你看到最尾那一節 其實阿初 收縫了三貓 當然這個 我看了很多討論 那些人說 究竟是藏在心裡 藏在空中 還是斷帶呢 有些人是有保留的 不知道這些搞笑 因為阿初的身材比較 其實他的身材有點不正常 不過不要緊 但看到後面好像三貓已經失勢 他又挑撥不到人 其實你當作什麼呢 我剛才會舉黑和白這個例子 就是三貓混合在 跟阿初 你可以叫熔或者看 或者存在在他身上 其實是一個正邪的角力 其實你看到就是 為什麼總理那裡就是 大家一起決定這件事 其實三貓其實是 你當他是一個 一個負的意志 是不會消失的 他不是說他是一個 必要的惡 這個平衡世界 你不會只有白 這個世界 不會只有光 一定會有影 所以其實就是 因為阿初說一句 他跟他媽媽打電話的時候 說我還是我來的 即是說 沒有被 其他東西侵入 沒有被山貓影響到 這個世界也是 隨著這個方向走 當然這場決戰 就是不知道 可能某一個事段 就好像大家這樣說 因為這套東西是會拍第二季的 確定會拍第二季 這套會拍第二季 確定會拍第二季 他的故事一路 延續下去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現在 但是 可能就是第二季 阿初就變了三貓的角色 就好像阿友 那樣 沒有了 這個世界是毀滅的 這個世界是毀滅的 那就是國家臣的名字 你那些什麼 這不是叫宣傳 這叫做 互生利弱 最終的就是 你要宣傳那套大敗 評價極差 這套宣傳的 真的評價超高 在日本那邊 在日本那邊評價真的超高 但受眾群多不多 你問到評價 其實我覺得 好口味都很好 我都沒有到很高的評價 因為始終他也是太短了 他有些應該可以講得長一點 他沒有做 他應該要發揮 因為他沒有夠深入 我知道他鋪了進去 但是他還沒講得及 這個我覺得 我會這樣看的 帳面數十二集 十二集裡面 可以放到什麼 放到什麼 我明白你放很多東西 如果你說質量來說 當然是高 我明白你放很多東西 但問題是 你放進去之後 串聯的故事來說 你不需要說 還要佬補一些東西下去 串聯整個故事 即是你說這麼多 說到什麼世界意志 那些 應該是你要這樣 假設 去解通這件事 對 解通是這樣 你想出來就是 所以 對於有興趣 去了解這個動畫 可能會找一些資料 去理解這些事 但譬如說 當普通受眾群 普通的觀眾來說 你說本身 監督 跪了的人 中村建設 我覺得他真的進步了很多 因為其實 之前 對上一套 C 最上一套 大家同類型 你先說C C其實是發揮得不好 因為他有很多題材 最後是說不到 他要靠 好 你又讓我先說 哈哈 他要靠很多 叫做劇外的寶原 去做 因為其實C 如果大家聽我講 經濟的 好像說 C 我講過一集的時候 我也講過 他這套動畫 有一個失敗的地方 就是他太多的設定 他是依靠動畫外去講 這件事在動畫是失敗的 但是 如果以吉祥明 他這套來講 我可以說 這個監督有很大的進步 甚至是很厲害 進步得 我覺得你現在不講 釣口神 所以我們沒有看過 但如果看釣球的構成 監督和他編劇 都是同一個人 有些人 就是說監督就是中村 劇本就是大野 都是同一個人 釣球都是同一個組成 但我們沒有看過 我們不知道 所以我是用看過 如果你說過沒有看過 我們就講不到 所以我希望觀眾 保養一下 其實這套電話 就像這套工具那麼高水準 我不知道 但至少我知道 就是屍體與同質 也是有很多的內容 是需要去講解 但是 我只是說 12集裡面 他要表達的東西 我覺得 至少我看得出 你說我老保多少 其實我老保的東西不多 其實老實說 除了你說初是不是世界意志 但其實大家公認初 根本上是一個犯規的角色 其實我覺得這方面 有點不公平 這樣比劃 因為 詩來說是 講一個經濟學的東西 不是 我覺得應該是 看同質的 你也要有很多內容 我意思是 題材上 又是 之前說的那套 就是 觀眾來講 他的底 他的底 對經濟學的底 絕對不會給這個 對這個英雄 認識 但至少 因為我會覺得 就是 你 你熟不熟 那一回事 他有沒有說出來 那一回事 而C的失敗之處 就是 他要靠劇外保原 去令你明白他的故事 說什麼 不是 為什麼我要這樣說呢 就是 為什麼你要用劇外保原 就是因為你對那件事不熟 不是 是故事內容 因為C當時 我想 C當時好像還沒有 但是 C當時說的就是 他一些裡面 戰鬥的內容 或者是 一些對白的東西 甚至是 要用劇外保原的方式 去講解 給你聽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C當時最小的 因為我記得 C那套動畫 是很多經濟技術 已經不是經濟術語的問題 是當中 角色裡面的一些對話 遊戲裡面的設定 怎麼玩都不公開 都要靠 保原設定 其實我看完 看完的話 你會覺得 其實是不差的 我不會說好 你說C C 就是看完劇外保原之後 OK 不差的 但如果我以動畫論動畫 這套動畫 是超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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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你說 我去回 如果你說這套動畫 我真的說 用12時候 你講到這麼多東西 老實說 我自問我做不到 我自問我做不到 我都未見過一套 暫時說 沒有什麼動畫 可以在他這樣之前 甚至 你做一個例子 其實是近期的 做people的監督 他都是接很多這類型的內容 要很多內容的東西 你怎樣去塞這些內容 融會貫通 還有你還可以推進你的劇情 所以我覺得這套東西 當然我評價 大家都覺得這套東西OK的 絕對不差 絕對不差 所以我覺得 我推介大家 真的看一看 真的看一看 這套東西 雖然你說作畫 因為經費的關係 它雜集到崩 其實不作畫 我又不太覺得 有什麼問題 作畫它真的崩 而且它用了很多實景的東西 你看到是偷的 所以我覺得 最後大家可以一看 其實這套東西 我覺得真的 如果有時間 我覺得值得保留 尤其是甚至可以等 我呢 去到現在這個位置 等到 儀歸 Bullway Bullway 或者DVD 看完完整的12集 究竟是講什麼內容 可能大家會看得更多 因為本身最後 真的有些跳得太快 因為它真的斬了 這個斬就是非志之在 不要動 都不是非志之主 他自己都要跪 他自己都要做到都要 他可不可以說一下 什麼事 因為做做一下就是發覺 劇本好像有問題 要寫一個劇本 要寫一個劇本 令到畫的東西 那幫人畫不切 所以它令到 為什麼會多了半疊總集 那麼出來 這個是他們的失誤 這個是無可非 但是 它都跪了 就算沒有了這半集 前面的分數 對我來說 前面的累積分數 都減不夠一分 對我來說 這套東西 如果十分來說 我真的會給九分 那一分就是減了在內容上的 即是好像一開始的 那些內容的不 它不能夠 有效應 因為十二集 這個 中間沒有一節 還有一些作畫上的問題 那一分其實減了在那裡 我會給九分 我會給 OK 就是看你怎麼看的就是 但是 一想到的地方的劇情 有內容的話 其實 大家都可以浪費時間 看一看 最後我告訴你 為什麼這些人 我真的說笑話 最後這些人 為什麼會說他是小的意子 這傢伙裝了兩個 主人賽派在那裡 那當然可以互相理解 好了 那這集就到這裡 那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